快开门 让小胖熊进去 你们干嘛 胖小胖也来了 滚吗 滚吗你 究竟发生了什么 兄弟们 昨天他竟然把那个叛奴保镖给叫过去了 要不然小胖熊肯定能给我回家 今天我来到他们家楼下 咱们上去看看有没有机会 能把小朋友给带走 走 哎 兄弟们 没怎么没有关呀 我去呀 他们这两个是喝多了吧 正好咱们呈现的这个时机 看看能不能把小朋友给带走 别醒呀 大哥们 你们醒了 我怎么带走小胖熊呀 还好没有发现我 兄弟们 咱们先把瓶子放在这里 然后 看看小胖熊在不在这个房间里面 哎 锁着门呢 我估计应该在这里 这不是钥匙吗 兄弟们 正好咱们现在趁热喝醉 把小胖熊给带走 试试能不能打开 OK 兄弟们 开了 小胖熊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小乐 来 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喝醉了 你赶紧收拾东西 咱们赶紧走 东西我已经收拾好了 我早知道你会来找我 你在这里 我肯定会来的 放心就行了 走走走 小胖熊 小心一点 兄弟们 这一下终于可以把小胖熊带走了 你们两个醉鬼 在这里睡觉吧 小胖熊 走 赶紧回家 小胖熊 这次咱们回家以后就没有人打扰我们了 嗯 太好了 行了 咱们快点回家吧 没问题 反正他们两个不知道咱们家住在哪里 这次咱们走了之后 我看他还怎么找你 走 兄弟们 这才是我要的生活嘛 哎 什么声音啊 行了 你出去看看是谁在敲门 行 你现在这里待着 我出去看看是谁在敲门啊 走 兄弟们 出去看看 究竟是谁在敲门呢 也没有人知道我家在哪里呀 是谁呢 王小乐 看门 别做说的乌龟 王小乐 赶紧出来 完了 兄弟们 他们两个怎么找我家里来了呀 这下可该怎么办 你怎么在上面 赶紧下来 赶紧下来 不好兄弟们 被发现了